是你 十三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思闯明宅 这次我一定要让你牢底坐穿 是吗 带上来 上回砸我家的 就是你这条狗吧 你主子要让我牢底坐穿 那我还想再给自己加上一条罪责 伤人致残 你 我什么我 叶先生需要报警吗 要不要我帮你 叶先生 先别急 给你看样东西 丢过来 叶总 救救我 救救我 你谁啊 滚开 我不认识你 叶总 您怎么能这样 之前你吩咐我的事你忘了 支甲卖甲 包括白可可的新产品 这些都是你让我干的 我为你冲锋陷阵 现在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放你个初六拐弯螺旋技 老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十三 你别以为随便找个垃圾就能威胁我 这么说是 他在污蔑你 好吧 这位兄弟 叶总不认你 你不老实啊 竟然敢说谎骗我 没没没 爷 我真没说谎 我要是刚才有一句假话 我全家死绝 这样 你要是不信 现在就报警 我当着警察的面和叶正国对质 狗日的 没懂得货 你要是生在战万年代就是个狗汉奸 给老子 十三 你到底想怎么样 要钱 想要多少 老子给你 狗东西 你他妈为什么就是阴魂不散 你跟我谈钱吗 你觉得老子缺钱吗 叶正国 相比较于钱 我对你的命更感兴趣 小杂碎 你敢打我 爸你怎么了 我还敢要了你的命 要了我的命 你试试看 带着这么多人冲进我家 你以为你是谁 捕获仔吗 你一个草根臭脚丝凭什么 别看你现在威风 你再感动脑子一下 明天我让你和你的家人从地球上蒸发 要不你现在就让老子蒸发 你说的没错 我十三 确实出身低贱 市井门户白丁出身 远不及你业家魔都豪门 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能任人欺凌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虽然命为你好 但我运气好啊 你说我谷获仔 草根 这些是上不了台面的 那么咱们聊些上得了台面的话题 比如说聊一聊黄埔实验 聊一聊你业家的豪门根基 你什么意思 你是黄埔实验的董事长吧 从现在开始 我宣布你不再担任 从今往后 叶家的企业由我十三接管 你说什么 你要接管我叶家的黄埔实验 你差点笑死老子 狗东西 你怕蜻蜓打雷被狗使胡了嗓子 所以一张嘴就是放屁了 笑 接着笑 毕竟这或许是你这辈子 最后一次这么开心了 叶老狗 给你看样东西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笑啊 你怎么不笑了 高不高端 能不能上台面 55%的股份 够不够接管黄埔实验 老板 不是55% 而是70%了 刘新兰 刘总 帮帮我 帮我处理掉这个小杂碎 来日我业家定当 勇全相报 性业的 可笑至极 天作孽有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 我帮你对付十三老板 我恐怕脑子里尽了三吨奥利给吧 十三老板 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收购了黄埔实验散户手里的15%的股份 现在都在您名下 请您过目 现在我攥着黄埔实验 70%的股份 只要我愿意 你手里 那30% 我可以让他一文不值 你们叶家完了 你也完了 叶正国 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死 你 你一个臭角丝 凭什么跟我斗 我背后有红门撑腰 我不怕你 叶总 如果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武 觉得十三老板不是你的对手的话 那你就死有余辜了 一直没告诉你 十三老板现在不仅是黄埔实验最大的股东 早在一年前 他就是我们天使制药最大的股东 另外 叶总对地福尼应该不陌生吧 十三老板还是地福尼总部绝对控股的大老板 而且很早以前就是了 你满嘴跑火车 你放屁 你你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东西 你的光环和所谓的优越感呢 你特喵现在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 我做了十三兄弟 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求您放过我 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 别害怕 我决定不要你的命了 我就要你两条腿子 然后把你丢出魔都 这辈子都不要回来 下半生坐在论椅上 好好忏悔反思 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要跟我十三作对 不要不要 放下留人 朋友 你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还望你高抬贵手 不要做绝